雞扒肉洗乾淨後擦乾水 放上一湯匙的蜜糖 接下來加上一湯匙半的蠔油 接下來加上一湯匙的生抽 再來半湯匙的麻油 燒心酒一叉子 把所有醬料攪拌均勻 然後放去冰熟冷藏兩個小時 預熱好空氣炸爐後 把兩片雞排放進去空氣炸爐裡 撒上適量的白芝麻 把溫度調到180度 烤一個15分鐘 把雞肉拿出來翻面 也撒上適量的芝麻 放回空氣炸爐裡 再烤一個15分鐘 烤到金黃色這樣就好了 還有給一個小小T恤 每個人家裡的空氣炸爐的溫度不一樣 肌肉大小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調整時間和溫度 加上菜和蛋 這樣就不是我的減脂晚餐 或者你們也可以把它當晚餐或午餐的配菜 按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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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